電價跟天然氣價格 今年相繼的調漲 衝擊的層面也包括建材 特別是表面建材裡 最大宗的瓷磚 漲價幅度最高有7% 這也代表裝潢跟購物 很有可能都連帶受到波及 拉開展示架 一片片瓷磚樣品 質地素雅溫潤或平滑無瑕 而紋理細緻的仿大理石款 和真正的食材相比 不透水的特性 有時更符合裝潢或建築需求 一塊瓷磚的成本 包括了黏土 釉料 瓦斯 電力 還有設備以及人力 而一塊瓷磚的品質 取決於火候 還有它的燒製時間 也使得瓦斯跟電力 變成絕對無法省去的成本 如果溫度太低 燒出來的結果密度不一樣 燒到1200度以後 它的密度幾乎到零 而且這個溫度是慢慢上升上升 要保持那個溫度 而且24小時不停火 所以我們用的是瓦斯最多 那電力跟瓦斯是相對的 沒有電瓦斯也不會跑 表面建材零零總總 光是瓷磚就占了其中八成 不過今年電價第一波上調 來到每度3.85元 6月又有天然氣調帳 緊追在後 陶瓷工業業者聲稱 生產的成本跟過往相比 已經增加4%到7% 而這個數字還沒採集運輸成本 以及未來的碳稅問題 如果建商不願意吸收這個漲價的話 他就會轉嫁到消費者 投資產品磚 外國是可以進來的 那外國尤其是印度東南亞 地區的磚他們比較便宜 他現在占了大概42% 就是占國內市場 那如果擴大的話 其實是對本土磚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國內產業擔心受衝擊 不過市場機制只談供需 裝潢首當其衝 室內設計師跟工匠正討論著 如何運用微型水泥鋪設商辦空間 因為並不是每個區域都非磚不可 不過除了房價居高不下 裝潢行情也隨著建材回不去 現在的年輕購物族 除了考量財務能力偏好小坪數 設計師選用室內空間的佈置用料 為了業主精打細算也成為趨勢 裝潢新城屋一瓶的造價 大概抓在7到10萬左右 如果有牽涉到這種泥座工程的話 它每瓶可能會有將近1萬塊的漲幅 像國內的磚 進口磚磚 大概分成兩個區域 一個是歐洲進口 一個是東南亞進口 那相對而言 東南亞進口的價格便宜不少 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當然消費者會因為這些漲幅 會有點折衷的方案去考慮 但是追求品質 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有一些該做的我們還是省不了 已經秀到風向的廠商 有意暫時不接一年以上的 長期訂單 但這類的預期心理 效應似乎已經外溢 外牆方面你要減省這個磚的用量 確實有它的困難 這個磚的漲漲只不過是這個建材上漲中間的一環 我們一起其他相關的物資建材物資也會迎風而步步高升 而且現在看得到大概跟這個油電漲價有關係的都在漲 像是浴磅混凝土 電線 電纜等等裝潢所需 掌聲隨之響起 當商人不願吸收損失 成本自然轉嫁消費者 政府其實他也是用心良苦 他希望這個壓抑房價 那麼就像現在我們所看到平靜地前 或者是我們的房地合一 當然在需求 大家擔心這個綠色通膨 所造成的房價可能繼續上升的情況之下 磁磚上漲只是現象的縮影 油電等等耗能一漲 萬物皆漲 當價格跟物料持續拉扯 磁磚只是現象的縮影 新的問題正逐漸形成 第一月的新聞 劉立成 葉玉甫 看不到 您知道嗎 房市跟股市在最近這一年出現了所謂的 股房聯動跡象 統計從去年到今年的6月中下旬 台股已經大漲了9000點 股市資金儼然成為了房市背後重要推手 到公司上班忙完交辦事務 有空檔就用手機關注股市變動 兩年前開始進入股會市場 除了穩健型的ETF之外 還有投資短線操作 那我其實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ETF的部分 我覺得有些人會覺得說 ETF是為了要零股息 所以我會買很多張 然後我放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我個人覺得可能ETF 它還是一個比較短時間的 所以我的ETF也會做短操作 科技股的部分的話 我就會買很高價的高價股 比方說前幾名的 可是我會買零股 那因為它的漲幅很大 所以你可能兩三天你就獲利了 隨著這一兩年股市行情好 也跟著增加業外收入 原本根本不敢想的買房 如今也在考慮 可以往台北的蛋白區下手 以台北市蛋白區來看 萬華 文山 大同 北投 從2023年到今年第一季 指標新建案 每坪成交價持續衝高 甚至佔上百萬元 其中大同區新案每坪最高成交價 更是來到150萬 成長快速 不過整體房市買氣依舊居高不下 這也是新北市新店區 可以看到這邊動工的建案非常的多 這也反映出整個房市的買氣非常的旺 而其中主要的推手就是來自於股票市場 因為從去年以來到現在已經大漲了將近9000點 這是從1990年以來漲幅最大的一次 整個股票市場大家的資金很飽滿 也順勢帶動了整個房市買氣 根據統計在1989年股市大漲4500多點 同時間房市也跟著受惠 資金行情大漲 不過之後29年間只有2009年金融海嘯後 股市反彈上漲3000多點 多數時間指數波動幅度有限 而從去年到現在股民跟大股東獲利高 市場已經有股房連動現象 股房連動以前的狀況不是那麼的強烈 因為在可能這五六年來講的話 其實台股一直有一些新的指標的族群出現 那資金的話其實很多的專業投資人大股東 其實賺到錢之後 他們之後都會把一些不動產 當成一個資金的一個避風港比較保值 台股由台積電領軍靠著AI熱潮 整體科技股一路往上衝 另外在新勤安政策助攻下 房市買氣火熱 營建股也備受看好 讓不少小資族靠著股市投資 口袋資金滿滿 轉而進入到不動產市場 尤其在預售市場出現過熱現象 都在卡位搶買房 現在影響房市的外債因素很多 包括一個通膨的預期 包括股市的一個資金大漲 然後又包括新勤安的政策 然後提供年輕人比較好的一個房貸優惠 那同時間市場上又面臨到這種供給量不足 包括這個預售的申請建造的量開始在下滑 在整個一個房地產來講就呈現一個 價量器一樣的一個表現 在過去買房的腳步都是跟著重劃區 捷運站周邊等等重大建設發展 不過如今則是科技業擴廠區域 購屋置屋最熱門很多區域都出現了複製 逐可經驗 就是說在這一波的市況上面來看的話 也確實跟著科技場買的這個邏輯 對於很多的購物人而言是受用的 科技場本身它會有所謂的一個群聚的效應 它自然而然它就會形成一個 我們所謂的上下游這樣子的一個聚落 那這些聚落工作的工作者 它的收入相對也比較好 所以也對於區域的房市 它們會有一些明顯的拉抬 不僅股市續創新高 股市紅利轉進房市 還有境外資金匯入專法 首批回台資金將在8月解禁 量大資金湧入房地產 恐怕將讓房市再掀起新一波 漲價浪潮 TVB的新聞 盧世鵬 劉俊 台北採訪 忙著賺錢工作 您有多久沒有好好休息了 美國職場出現了安靜度假新趨勢 就是員工在上班時間偷偷手腳 因為遠端工作的關係 所以就去澳洲邊工作 然後邊度假這樣 然後這邊是就是去那時候跳傘 軟體工程師Logan 一年前去澳洲邊工作邊旅行一個半月 身為遠距工作者 只需要帶上一台筆電 在有網路的地方 就能將度假與工作合而為一 因為我是本身遠端工作者 所以走遭可能比較相對多這種 像是數位有默或是遠端工作者 那就有聽到一些 不管是同事或是朋友或是社群 就有一些回去國外 像是美國 也有的去澳洲或是歐洲 然後就是邊工作然後邊度假 想喘口氣轉換心情 Logan在不影響工作進度的前提下 選擇默默休假 就是怕公司給壓力 也避免增添同事負擔 像我如果假設我去一個半月 說不定就要請個兩週三週這樣 不太可能一是假沒有這麼多 二是就是身邊的工程師 其實都在做事 然後我自己請這樣也會不好意思 主管也會說 東西還沒做完 怎麼就請長家類似這種 雖然說上班族請假稀鬆平常 不過很多人還是覺得難以齊齒 根據OECD調查 年資滿一年的美國員工 平均有14天代薪假期 不過有高達15%的人 公司是沒有提供休假 員工也擔心請假得看上司臉色 就算有假也無法隨心所欲的申請 因此Z世代和千禧世代 也找到對抗傳統職場文化的新招式 最近在美國出現一個新的職場趨勢 叫做安靜度假 意思是在梅根主管請假的情況下 偷偷用自己的工作時間再休假 這種有假不敢請的安靜度假風潮 也反映出基存已久的職場壓力問題 安靜度假是美國職場新趨勢 美國市場研究公司做了調查顯示 有高達78%的美國員工 沒有休完所有年假 而且近五成的人 會因為申請休假感到焦慮 而這個比例 又以千禧世代佔比最高 更有近四成的人表示 請假沒通知主管 有安靜度假的經驗 而這樣的工作模式 較常發現在遠距工作者或是數位遊牧者身上 這個安靜度假是他不敢請假 但是他實際上卻讓人家以為他在工作的時候 但他在休息 這種情況會比較容易發生在現在 有很多所謂的遠距工作 或所謂的數位遊牧的這樣的工作 工作者身上他很容易發生 因為他們不需要在一個職場環境直接工作 他們可能是在任何地方他們都可以工作 所以大家會以為他在電腦前工作 但事實上他可能趁老闆不注意的時候 他是在休息的狀態 傳統還是在辦公室的 你不可能連續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不出現 不被人家發現 所以安靜度假可能我認為 它是一個遠距工作 帶來的一個衍生的一個現象 第一個是員工慢慢習慣遠距工作的生態 另外一個可能跟企業本身的文化 是不是鼓勵員工工作跟生活平衡 我覺得有很大的關係 而我們台灣工時全球第六高 部分產業也同樣出現有價不敢請的狀況 但員工若長期處在高壓環境 會影響身心健康與工作表現 生產力也會下降 職場專家建議 企業可以落實代理人機制 我覺得在每一家企業 應該要落實所謂的代理的機制 也就是說當有人員 因為有一些需求他需要請假的時候 相關的工作透過代理 其實他還是能夠正常的運作 所以不用擔心 讓這個請假的人不安心 請假是法律名文所賦予勞工的權利 台灣企業主也應該思考 如何鼓勵員工休假 而非安靜度假 這股在歐美出現的職場新趨勢 在年輕世代持續發酵 TVBS新聞 黃冠韋德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今天午後雷震雨很旺盛 不過午前依舊很悶熱 下週是否還會有颱風蠢蠢欲動呢 要來請教玲玲 好 大家應該很習慣 最近的天氣就是早上很炎熱 到了中午過後就會來一場 又大又急又快的午後雷震雨吧 但是未來一週還會繼續的炎熱下去 可以看到整個台灣都像是休寒急一樣 那麼未來一週炎熱高溫可能會來到32到36度 到了週日到下週五轉東南風 像是台東還有恆春半島就要防止短暫的雷雨發生 那麼午後西半部跟東半部的山區 也要防短暫的雷震雨 到了下週一開始北部的平地降雨 才會慢慢的趨緩下來 南部跟山區還是要防雨勢 到了下週二到下週五 大台北還有中南部 高溫可能會來到37度以上 那麼未來下週還是要密切觀察 這個熱帶系統的發生 可能會有一個颱風 民眾從事這個戶外活動 還是要注意防晒以及多補充水分 減少熱傷害的發生 南韓出現了怪異的天氣 中部的江源到圓州市 只是隔一條街 卻是一邊下雨一邊大太陽 從高空遠拍的畫面可以看到 一部分地區被烏雲和暴雨籠罩 但仔細看 周圍其他地方居然出大太陽 較大的暴雨 然後到一邊變 沿梅村才隔一条街道就如同两个世界 原因是所谓的机遇云 联手都首尔也因为机遇云形成正雨的关系 甚至可以降下每小时50毫米的大雨 但雨才下一下当地却持续被热浪侵袭 首尔一下下暴雨 一下烈日强晒 当地白天气温还能飙到33度 包括首尔在内的中部地区 还有东部的青上北道等地 都发布了热浪警报 原本燕阳高照却突然下大雨 天气实在变化莫测 百货公司零售商店成了民众 避暑避雨的最佳场所 正好也带动不少业者业绩 就怕暴雨随时来袭 网络上的雨具销量更是暴增 但消费者在同时又得面对酷暑天气的情况下 手持电风扇绕紧电风扇都很热卖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当然无论天气如何 希望您都能保持好心情 尤其卵巢癌向来被称为沉默杀手 发现时多半是晚期 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女性肥胖抽烟 都是主要危险因此 台湾每年新诊断卵巢癌患者 大约在两千人左右 关键在于早期没有特定症状 通常发现时已经属于中晚期 事实上卵巢癌复发率和死亡率都很高 临床研究发现 形成卵巢癌有多种因素 像是遗传基因突变 家族史 年龄荷蒙生活习惯 肥胖吸烟饮食不当等因素 其他疾病例如子宫内膜 异胃症等病症 也可能会增加卵巢癌风险 我的胃部积水肌的很严重 快要咽到那个这边了 那后来怎么发现卵巢癌 就是一直咽咽咽 咽到最后好像转到妇产科 今年六十三岁朱女士 五年前因为胸闷出现很喘的状况 一开始症状以为是感冒 她惊觉不对劲 赶紧就与检查 被医师宣告 罹患卵巢癌第一期 立即进行手术搭配化学治疗 意外发现说有一些肺部积水 那幸好她也没有轻忽这些 那一连串检查下来才突然 因为发现成因是卵巢癌 卵巢癌是常见的妇科癌症之一 事上卵巢生藏在骨盆腔中 是女性的内生殖器官 担任分泌荷尔蒙和排卵的功能 相当于男性的睾丸 一般卵巢癌的死亡率 占妇科癌症中相当高的比例 卵巢癌有一个判断的一个趋势 我们在所癌症的十大死亡里面 它居然从十一位悄悄地跑到第十位了 这个的确我们得非常注意 毕竟可能我们生活的影响 可能跟它有关系 但卵巢癌的成因其实到现在 并没有很确定 到底什么因素所造成的 但大致上我们都认为 可能跟所谓的遗传有关系 所以说如果你也会担心 这个卵巢癌的问题 可能家族的部分也要做一些检查 那一般卵巢癌就是 女性往往都是会疏忽掉 因为通常要到一定的大小 有腹水产生 她才会腹脏才来就诊 那意外发现往往的区别 都会比较后面 那有少部分是比较幸运的女性 她就是在见检的时候 意外发现卵巢有长肿瘤 那再进一步检查而发现这样子 由于大部分的卵巢癌 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 因此当诊断为卵巢癌时 通常被发现时已经扩散 你要特别注意 比方说如果肚子突然 变得很腹胀很严重 但你却找不到其他原因 或者是说你常常会觉得 很失碎或其他状况 可能跟癌症有关系的话 那我们就建议 你本身是女性的话 要从妇科线查起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做一个预防 或是其他做个检查呢 其实卵巢癌 其实如果说早期的 不一定检查出来 但是如果中后期的检查 我们只要靠超音波 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因为卵巢是存在 我们的腹腔里面 那我们腹腔的里面 又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所以要发现它确实很不容易 因此我们在医学上 就要靠几种检查 来特别去做它 然后才有办法去提早发现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做 所谓的超音波 假设说超音波的异常 加上卵巢癌症指数 有升高的现象 就特别要注意这样的情形 所以务必请身边的女性朋友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事情 40岁以上女性 每年在做抹片检查的时候 可以一起请妇产科医师 做内诊 甚至阴道超音波等等的检查 那就尽早发现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卵巢癌是沉默的杀手 那你一定要靠一些影像 才来检查 一般卵巢癌 它其实就是 没有什么特定的症状 是要会去怀疑到卵巢癌 所以说如果有 长期像肠胃不适 月经的异常 或下肤闷痛等等的 就是不要轻忽卵巢的这一块 尤其是没有结婚生子过的 这一个族群 那更是卵巢癌的一个高风险群 卵巢癌多数症状 与其他疾病类似 想要早期发现并不容易 如果出现下腹部疼痛 或不舒适的感觉 持续两周以上 尽速就医检查 遵从医嘱 早期诊断治疗 提升存活率 TVBS新闻 陈環 廖广斌 肖云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